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·奈勒上将 8月9号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 美军正在帮助日本建立一支强有力的两栖作战部队 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在非常努力地打造两栖战斗旅的能力 我们乐意也自豪地在这个过程中做他们的伙伴 海军陆战队另一位指挥官今年6月表示 日本的这支两栖战斗旅预计会在2018年取得初始作战能力 并在2023年前完全达到作战能力 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咄咄逼人举动 驱使了日本快速发展两栖作战能力的决心 包括天智日向号直升机航母等具有两栖登陆能力的装备 奈勒上将说美日两国正在以这些军舰作为平台 培训两军的联合两栖作战能力 我们认证了我们的鱼鹰式飞机能在这些军舰上着陆 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也上过这些军舰 我们会继续培训日本陆上自卫队 而他们会继续打造和强化这项能力 美军在日本冲绳 驻有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 奈勒上将说 日本建立自己的两栖作战部队 将如何影响美军在冲绳的驻军 目前还难以预测 美国军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宣传 飞传 湛 出台 出台 理由 三 俄 华盛顿牛 使用 贴 出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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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 出台